民众党主席柯文哲在台北市长任内两大案 包含了金华城荣基瑞跟北市科地上全案等等争议延烧 不但市政府这个阵风处启动了调查 北检2号也已经分他次案来侦办 把柯文哲列为贪污的被告 民众党发言人无一宣回应说该查就查 而且要查清楚 还当事人一个清白 但不要政治办案 或是任由某些议员做政治操作 原本调查此案的两个监察委员因为任期满 但已经完成调查报告没有写完 但这个监委后续接任把这个所有的报告把它写完 但他写完了跟前面两个委员调查的东西 其实内容是完全相反的 前面两个委员认为金华城的澄清是没有道理的 但这个委员居然认为金华城应该要给到560的容积 因此而发文纠正要求台北市政府必须要给金华城560 只有我现在发现 这个监委居然在这个 威京集团相关的基金会任职 我当然觉得这个委员这个监察委员自己要讲清楚 说明白有没有刮天理下 是不是当时他在监委的时候 也是接受了威京集团的澄清才去办理这个案子 纠正台北市 那让协助金华城拿到560的容积之后 现在转任到这个相关的契约去任职 那这绝对会有刮天理下 而且今天早上我看到这个媒体的报道 包含金华城包含北市科的案子 北检都把柯文哲列他之案在侦办当中 所以我认为这个监委其实也应该被调查 我们很想问 检议员是真的不懂 还是被意识形态蒙蔽了双眼变笨了呢 这些决行章是市政府非常合理合法的程序 依法办理的程序 也就是说呢 市长在收到相关的陈情 市府在收到相关的行政救济 当然是要将这个案子 交由独立机关都委会来审议 如果今天简书培光靠这个决行的章 就能认定说是柯文哲下令做了什么事情 如果按照他的逻辑 那柯文哲应该在当时就直接命令说 要让容积奖励提升 而不是交由都委会 这样大家可以明白吗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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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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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